拜拜 我们到马六甲了啦 今天我们来入住万豪的 库压饭店 对 而且没有小朋友哦 对 哇 太爽了啦 赞啦 赞 这个库压呢 去选马第三间的库压咯 马来西亚呢 第一间呢是在Penang的 第二间呢是在Setya Aram 第三间呢 就是在马六甲啦 而这间库压呢 也是今年2023年4月 全新开张的 哇 好新啊 我要赶快去体验一下 哎呦 Salamatata 现在呢是8点多 时间也不早了 应该呢明天呢 就打算开箱房间给你们看吧 现在我们要去吃个饭 填饱肚子 来到马六甲怎么能错过 吃这里的美食呢 今天晚上呢 我们二轮世界来到 The Old Machart啦 哇 我觉得这里非常有气氛 我们特地选外面的位置 是对着马六甲河的哦 我们来这里吃个晚餐 配杯 好好的享受一下 两人世界 赞 等下9点半还有Live Band哦 对哦 还有Live Band哦 敬请的宽幻嘛 耶 我要来试下这个MIC版YUNIA咯 你看它整个装饰 有花又叶子在那边 哇 我觉得很美 整个盐子爆灯啊 而且它的颜色 脾气脾气这样 漂亮哦 试一下 这个其实它是以GIN来做BASE的 然后呢 它有参了很多水果 有奶啊 有Lemon啊 酸酸甜甜一点点 然后带有一点GIN的香气 觉得很好喝 这个就是Live Band 看得出来这杯足有了 也是跟我一样 颜值非常的高 蛤 这边呢 有一点柠檬的皮啊 而且有木耳很喜欢的Springer 冬鸭 也是由GIN来做鸡鸡的 喝起来呢 有淡淡的Rosemary的味道 感觉蛮不错 我慢慢的觉得 I Foy Love Flutter Oh my god 哈哈哈 我来试它的Black Paper Chicken Chop咯 好吃 鸡肉觉得很嫩 刚刚好 Black Paper也不会太浓 所以吃的不会那么低 有点热 它真的是刚刚出炉啊 吃Pizza最重要的是什么 够热 真的是热热辣辣 然后呢 它的饼皮是薄的 其实它的料怎样都所谓了 最重要是这两点 好吃 是 大家早饭 觉得Coya Mary的床应该很好睡 那么大声 现在是早上7点20分而已 我们就要去吃早餐了 走 我们去吃早餐咯 Let's go 这里的早餐蛮精致的 它的摆盘啊 全部都摆得很漂亮 让我感觉早上心情很愉悦 来吧 你呢 我觉得蛮不错的 该有的都有 而且这边的蛮有local风味的 那西冷卖啊 Caya酱啊 还有我们刚才看到一些蛮多的熄热 我觉得小朋友呢 也是非常喜欢 而且熄热的摆得特别的低 对 不是哦哦 你这样子讲 我也是有 我才发觉到哦 摆得特别低 然后方便小朋友去打 对吗 对 还有Woffer那些其实也摆得蛮低的 小朋友呢 基本上都可以打 当然啦 还有这边本地的面条啊 它说不上是非常高级的食材 但是我觉得是非常精致 就是如你所说的精致 大家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开心啦 嗯 今天早上呢 我就点了 现主的omelette 我觉得不错 它的量呢 我是 不知道什么都放啦 它的调味呢 我觉得都很酸的啦 OK 现在我拿的呢 就是马来西亚三大种族的早餐哦 有印度人的 Roti Prata 马来人的Nasi Lama 还有华人的 炒果条啦 先试一下Nasi Lama 因为闻起来那个 这个饭呢 蛮香的 叶酱饭 叶酱饭最主要就是搭配它的Samba 它的辣椒 然后再配到它的饭啊 配到它的花生 尝一口吧 它SambaOK了 它饭被比下去了 我觉得它的Samba 它的辣椒非常的好吃 基本上饭店的马来餐 我觉得都是蛮OK的 因为这边的厨师 大部分都是 马来人居多 他们呢 应该是从小到大都会煮这个叶酱饭吧 接下来就是Pratta啦 吃一下 Pratta还蛮香的 只是最可惜的是它有点厚 我觉得 知道 草和粉 这个就很普通 我觉得呢 专攻Nasi Lama就好了 但是我没有太多 你 你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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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的 现在我能在他们的8楼的健身房 这里的健身房呢 看起来空间蛮大 有三次台的跑步机 看起来设备其实蛮OK的 最重要的是呢 这里的view呢也蛮不错 中央工作人员有跟我们说 这个健身房是开24小时的哦 所以喜欢健身的朋友呢 24小时应该是蛮吸引人的吧 大楼外面呢 就有一个小小的休息区了 但是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话 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它的池的旁边呢 是完全没有围栏的 所以真的是要小心 小朋友会不小心一点下去哦 哈 无边际泳池 一走进来那个风景也太震撼了吧 需要这么走晕吗 真的 诶 但是我又想小心点 因为后面已经有一些客人在躺着 在休息着了 所以我们就 哇 这个路边际泳池太赞了吧 而且呢 没有小朋友在哦 真的是蛮不错 我们可以两个人呢 可以在那边玩啊 游泳 吃到旁边呢 也有几个休息的椅子 游完泳过后就直接上来躺着 超赞的 OK 现在西门瘦瘦表演 蛤 蛤 什么叫芙蓉 芙蓉烧爆下去了 哈哈哈 哇 很爽啊 很爽啊 我觉得这个泳池是为网红而顺的 你看这个风景多么的漂亮 哇 而且它的水的温度刚刚好 可能这个是早上的关系吧 而且它的深度应该是1.2吧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小朋友来到呢 也是蛮适合的 饭店除了照顾大人之外呢 也有小朋友的池哦 这里有一个小小朋友的Kids Pool哦 蛮不错的 这次我们入住的就是King Room City View的房间啦 对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房间吧 对 右手边这里呢有个全身镜子 看起来蛮不错 其实它就是从厕所走出来就直接照到你的全身 然后走进来呢就有很大个洗手盆 然后它的背品呢该有的都有啦 然后就是很基本款的 过来这里呢就有占你的卫浴 我觉得它空间蛮大的 两个人洗澡呢都完全没有问题啦 是 而且它还有照顾老人家可以坐在那边洗澡 右边这边呢就一个马桶啦 很standard 没有智能马桶 这里就是一个衣橱啊 然后它里面就有熨斗啊 但是就没有浴袍 差一点点 再过来一点呢 就是我们的床啦 我们就住的是King Room嘛 当然是King Size Bay了 我跟奶爸睡了两天 我觉得这个软硬适中睡得很好 这边呢要说一下 他们用的设计呢都是木头色啊 打的灯光呢都是蛮足够 蛮明亮的 我们少见哦 住的饭店它的灯光是打的蛮亮的 那左手边这里呢 也有一大堆的厨啦 也有行李的置物柜啊 然后下面呢 还有一个小冰箱 迷你把呢就藏在里面而已哦 迷你把里面呢 有一些三合一那种素容咖啡之类的 上面呢还有一个65寸的电视 蛮大的哦 过来这里一点呢 就是这里可以工作的地方 工作啊吃东西啊 基本上都可以在这边完成啦 我们这里竟然还有多附了一个 Sofar bed的感觉 它真的是像极了一个单人床的size 它是偏硬一点啦 不介意它睡得到比较不怎么舒服的话呢 基本上睡多一个人都没有问题啦 那小朋友来的话呢 爸爸可能就是要睡这个了 啊对了 真的空间蛮大 你看这边呢还有一个 可以躺个一两个人都没有问题啦 而且用的呢都是塞到的地方 完全没有灰尘哦 这个对奶爸绝对是最好的 因为它鼻子不会敏感 这边的city view呢看起来还不错 其实呢要说一下 这个不是city view 这个是kampong view 下面呢就是马来西亚 很传统式的kampong啦 而且很多绿化的感觉 看一下他们自己本地 local的他们那种建筑物 其实也是蛮有风味的 嗯不一样的感受 我们要check out咯 你要去猜一下我们的房间 两晚的价钱还有 包括一天早餐 大概多少钱呢 350马币 我们算起来呢大概是新币238块 其实CP值蛮高咯 错我觉得蛮不错的 而且这个地点我觉得 如果去到我们市真心的话 很靠近 每次我们打Grab都是7块 6块7块左右以超级方便 车停在这里呢我们就打Grab 我们就去那个游客区啊 我觉得是蛮不错一个选择啦 要说一下我们这整个房间哦 有一些小小的缺点还有优点啦 小小的缺点 所以我觉得它的水呢是很强 我跟奶爸都冲了冲到非常舒服 很像还有按摩的绳子一样 水啊很大 但是也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它的水温呢不怎么稳定啦 对这个是一个唯一的小缺点 还有房的隔音呢 房间跟房间的隔音其实还ok 门的那一方面呢其实有待加强哦 那个锁 就很像你开门关门的时候 那个锁到有点大声啊 就是隔壁房还是对面房它在开门关门的这个动作就 我们都会费心心这样 对 这个是唯一觉得一个小缺点啦 还有一个优点呢就是它的泳池啊 它的健身那个器材啊全部都会非常的吸引 哦对所以我们都很adjoy全部fascality 没有小朋友呢我们游泳啊都可以自己玩自己的 不用顾小朋友 太好了 超赞 好了我们要准备早早回复了 我们满账而归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分享按赞咯 还有追踪我们的IG小红薯 我们下期再见啦 好时间啊 好清醒的那只小红薯 嗯 阿Ken还去喝 她也还能喝 是 喝了一杯 OK Casie好像喝了一杯 Casie喝了一杯 喝了很多水 对 喝了很多 是 她明天很后悔她喝了一杯 OK OK 那我都可以喝了很多 她也会来一杯 她也会让她喝了很多 她们能喝了很多 她也会泄餐 她看她的 她看她 她还没有 我们 Корр通过去 我 我们 她们